一件事 你怎么了 清明道长以为自己说错了什么 急忙问道 没什么 叶少阳摇了摇头 没有说为什么 清明道长也猜不到 只是因为他刚才说了自己的道号 清明子三个字 一瞬间让叶少阳想到了自己的师父 清云子 然后突然就郁郁了 空姐一战 清云子并没有参加 之后也没见过他 他老人家一定也知道自己失踪了 不管怎么样 他一定也很为自己担心 深深地吸泪口气 叶少阳更是坚定了 想要早点回去的决心 赶尸的事情敲定之后 清明道长带着叶少阳去客厅喝茶 找了一个师公 叶少阳虽然在法术方面见识极深 但毕竟是对当地不熟 清明道长给叶少阳介绍了一下 这个师公叫陈三 是个经常赶尸的 川山越林 对周围一带的地形十分熟悉 可以给叶少阳打个下手 陈三看着有四十来岁 风吹日晒的 一连折子 不过眼神很和善 只是听说要给叶少阳打下手 顿时有些吃惊 之前叶少阳为女师断命的时候 他不在场 虽然是清明道长安排的 但是看叶少阳才二十出头 细皮嫩肉的 不禁还是有些怀疑他的实力 叶天舍 我这乙装都是放死人的地方 不太适合住 也没法招待 不然晚上用过酒饭 今晚就出发 赶尸都是晚上出发 白天休息 因此清明道长才会这么说 叶少阳一口答应了 清明道长于是就让人安排酒饭 然后亲自为叶少阳 做赶食前的准备 张道长也去帮忙了 留下叶少阳和翠云 在客厅里喝茶 人都走了之后 叶少阳转头看着翠云 笑着问道 你是不是有点怕了 翠云本不想说的 但是想了想 还是老实地点了点头 姐 我想过了 你还是不要跟我赶事了 我先送你去县城 然后你找个地方住下来 等我回来怎么样 其实叶少阳自己也不知道 为什么要回来要找他 但是他毕竟跟着自己出来的 叶少阳觉得自己要对他负责 而且他是不喜欢离别的人 不想就这么彻底分开 如果真的要分开 至少也是自己能够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妥妥地安排好他 然后再来个道别 翠云咬了咬嘴唇说 你是觉得姐没用吗 在路上会给你当雷锐 怎么可能啊 叶少阳差点跳了起来 我是怕你不习惯跟尸体打交道 而且我们一早就是一个晚上 我怕你吃不消 翠云想了一下说 那尸体怕是怕了点 不过有你在也没啥怕的 至于体力你就不用担心了 你姐我是个寡妇 地里活都是我一个人干 赶路这种事 真没啥辛苦的 叶少阳还想劝说 翠云接着说 少阳你别说了 姐也不放心你一个人去 姐虽然没什么本事 但是衣食方面是可以照顾你的 只要你不嫌弃姐 姐就一直跟着你 直到你起习味 叶少阳望着他 心中满满都是感动 点了点头 晚上 清明道长张罗了一桌饭菜 大家吃完之后 一行人来到了驿庄 清明道长已经让人把需要赶的尸体 都找人立了起来 换上了长长的衣服 这种衣服叫做尸袍 是用糯米汁浆过的 可以压制身上的尸体 将尸变的可能降到最低 除了那具女尸 另外还有五具尸体 靠墙摆着 脑袋都用纱布包着 只露出五官 肉身是用密法配置的法药涂过 能保证几天之内不腐烂 但是尸体的表皮也会变成酱紫色 在蜡烛下看着更显得阴森森的 翠云一看这些尸体 立刻躲在了叶少阳的身后 清明道长拍着叶少阳的肩膀说道 兄弟 这一趟诗就拜托你了 别的事情我全交代给陈三了 这一路上有几个客栈 他会安排速透 不必你操心 叶少阳一口答应 清明道长带着叶少阳 在乡岸前焚香住道 叶少阳看着神龛上 供着的是一个长须的古代男子 叶少阳认得出 是上古无依乌贤 严格来说 乌贤不是神 不过却是华夏历史上 能追溯到的第一代乌仪 曾辅佐过商咒王 创造了很多乌术 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祖师爷 例如打鱼的拜江子牙 杀猪的拜张费 小偷拜十千 都是找个同行业内 第一个知名度最大的人来参拜 改师属于乌术 起源于道教众格派 但真正发扬是在乡系乌术 所以拜的不是道门众神 而是乌术的祖先 乌贤 叶少阳身为道门天使 自然不可能参拜任何道教之外的神 只是拱了拱手 算是礼节了 清明道长从神龛上 取下了一方木头做的令牌 交给叶少阳 抱拳说道 叶天使 此凡走势就摆脱给你了 叶少阳接过了改师令 对他抱了抱全 清明道长让人倒了两杯酒 端给叶少阳和陈三 叶少阳看酒色发红 闻起来是糯米和熊黄的混合味道 立刻就明白了 喝了熊黄酒 能够一定程度上加固自己体内的阳气 邪气不清 糯米更不用说 是僵尸最怕的东西 改师的途中 改师酱都要喝这种酒 叶少阳把酒碗端给了身后的翠云 让他喝一些 俺不会喝酒 翠云犹豫着 这是糯米酒 没什么酒酱 你少喝点 翠云接过去喝了一口 果然没什么强烈的刺激 于是多喝了几口 抱歉 我把令节给忘了 来人呢 再端上一碗熊黄酒 给一夜添湿 清明道长急忙说道 不用了 我不需要喝这个 叶少阳这句话 让清明道长等人有些不解 叶少阳也没有好解释 自己是先天灵体 基本上一般的邪气 根本就没法对自己造成任何伤害 清明道长也没坚持 从兜里摸出了一块怀表 看了一眼说道 有时三刻 起尸即尸 叶天使 行 叶少阳朝着靠墙 那排尸体走过去 来到第一具尸体面前 从背包里拉出墨洞 上面挂着一枚铜钱 拴在了尸体的脖子上 请不吝点赞 巨炽